放眼整个华语乐坛 能将颁奖典礼变成个人演唱会的 也只有他一人 1985年 38岁的林子祥出席香港十大竞歌金曲颁奖礼 当时现场群星云集 全是圈内大腕 初代歌神许冠杰 歌声罗文 以及张国荣 谭永林 梅艳芳 成龙 红金宝 还有身为萌新的张学友 林子祥为致敬众人 将20首乐语金曲重新编曲 用串烧的方式 将这首9分多钟的10分12寸唱了出来 而且歌曲全部升了调 难度系数堪称恐怖 就连23年后 古剧机的《情歌王》都望尘莫及 并且在演唱时 林子祥更是全程飙高音 就算被观众推来推去 也听不到任何唤气声 可与他合作的歌星们 可就出尽了洋相 由于歌曲升了调 在唱到张国荣的成名金曲《莫妮卡》时 张国荣也是罕见顶不住 当场破音 一旁的梅艳芳看到都乐开了花 谭永林跟他飙歌时也甘拜下风 即使校长当时已经做足准备 可唱到一半时仍断了气息 最后机智地选择避开高音部分 而林子祥依然保持全程高音 张缺友则是坐在角落瑟瑟发抖 就连许冠杰罗文二人 都不愿接过林子祥的话筒 因为实在飙不过 而唱到酒干堂买吴时 苏瑞也只是勉强接上两句 这场林子祥PK各路顶尖高手的表演 让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香港乐坛的神仙打架 但这对林子祥来说也只是牛刀小事 2005年林子祥再次以一己之力单挑整个香港乐坛 作为四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的嘉宾 林子祥用一手敢爱敢做 挑战全场歌星 要知道当时台上站的都是刘德华 陈奕迅 古巨鸡 李克勤 荣祖儿等天王天后级人物 可愣是没人敢接 陈奕迅活成他歌中的样子 那年十八 母校舞会 站着如楼落 而荣祖儿更搞笑 手里拿着麦就是不出声 只能用鼓掌来缓解尴尬 也许他们心里都清楚 眼前这个男人有多恐怖 可即便林子祥实力如此恐怖 依然有很多人觉得他并不出名 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歌曲难度太大 传唱度不高 毕竟他的嗓音几乎无人能接近 更别说模仿 只有他能够做到 在极致高音的情况下仍有爆发力 而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这首传世经典剧作 《男儿当自强》 放眼整个华语乐坛 至今无人能超越 只有林子祥能将这首歌唱出大气磅礴 冲出云霄的意境 先后有无数人尝试翻唱 但都以失败告终 就连成龙大哥 都未能唱出这首歌原本的气势 百家讲坛主持人 马卫都 更是一刀剑雪 也给出了评价 让我们来感受下 林子祥以一己之力 唱出千驹万马的神级现场 道允 Som所 Cham 越兵烬烁映紅日光 Roswell 当初 当宵 当初 当初 伄 当初 精 当年黄飞鸿拍完后 电影主题曲迟迟没定下来 于是徐克找到黄瞻 让他帮忙为电影写主题曲 黄瞻看过剧本后 他发现电影《异境》与《将军令》中 战士征战沙场 得胜归赢的场面十分贴切 于是他当即决定 将古曲《将军令》进行改编 经过两个星期苦心琢磨 这首传世之作《男儿当自强》 由此诞生 可歌曲给谁唱 却成了一个难题 于是他想到了 有铁肺歌王之称的林子祥 可林子祥到了才知道 给到他的录音时间只有一天 时间紧不说 录音室只有一台钢琴伴奏 录制时 黄瞻和林子祥说 你要想象身边有千钧万马 有鼓 有唢呐 琵琶等传统乐器 林子祥听后点点头 一开嗓便震惊全场 看到林子祥唱得忘我 黄瞻也跟着兴奋起来 他的哼哈声还被录进了歌里 唱到情深处时 林子祥更是直接高八度 喊了上去 硬生生把这首歌 唱成无人超越的经典 之后 无论出席什么场合 林子祥都会演唱这首歌 虽然年龄日渐衰老 但歌曲却从不降调 每到最后都会高八度唱上去 黄瞻曾说 香港乐坛有两个人 是不用担心其唱功的 再高难度都能唱出来 还比你期待的更好 其中之一就是林子祥